很多人說去年很多高股是ETF 技巧非常亮麗 大幅的跑贏大盤 可是如果你細看今年技巧最亮麗的 其實反而是全值型ETF 投資朋友歡迎收看台股達人秀 讓我們一起投資一起變達人 我是又廷浩 歡迎今天我們的雨潭來賓 五月展展哥來到我們現場 大家好大家好 展哥一來台北股市 就給你一個慶祝行情 這個520登機 展哥來之後 台北股市也走出了一波亮麗的表現 可是我們現在最為關注的幾個要點 第一個是五月份的到來 市場上過去那種五球六角的聲浪 好像已經完全消失了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五月份會迎來 過去我們看到很多剛掛牌的 ETF的大幻股行情 市場的波動一定會持續的加成 第三點 我比較好奇 憑什麼 台北股市為什麼 莫名其妙 領先全球股市 現在又創下歷史新高 我細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年績銷 漲幅是接近17% 在整體市場當中 甚至比日股漲勢還要來得更為顯著 所以我們就依循這三個問題 來了解 台北股市現在在宏觀面的表現 基本面的推動 以及高股息的變化 那我們先從市場上最為關注到 這一次市場上最歐的就是0050創高了 但是我的00940還沒創高 那這是怎麼回事呢 OK 好我們先從大盤好了 今天來錄節目之前 我還特別聽一下我們上次講了什麼 上次我們資料是做到4月19號 我們錄影是4月22號 剛好是殺千點那一根 對 但是我們就說 再前一次來我們說 目標價可能第三部目標價來要20800 然後那個 拉回4月19號那一根殺 出大量進低點超長黑 對不對 我在我自己的節目 我在我自己的頻道我就說 那一天我就說 主觀上我覺得第四波修正差不多了 然後4月22號我在我節目說什麼 我說應該要買在恐慌蔓延時 然後再隔一天4月23號 我的那個結論是說 盤穩就要出手 所以OK你看真的就見低點 就立刻上來 然後今天創高 OK 那我們今天剛好這個時間點就跟大家定調 我們說第四波修正 理論上就要迎接第五波 所以邪惡的第五波 在創高的這個過程 理論上應該是確認 但是當然後續幾天 就這個禮拜的時間 我們就要觀察一下 能不能站穩在20883之上 這個就是接下來觀察的重點 OK那回到今天的主題 因為這一波其實從3月底 009401700多億 真的是沒有最狂只有更狂 但是後來我們發覺 像什麼野村啊什麼的 募集量就少很多 大概百來億而已 少很多 所以數字我們就不講 但是OK 因為00940太瘋狂了 然後坦白說 我自己也有去那個 00940的自救會 的臉書社群去臥底 我還以為你去申購 沒有 有師你分析師 對 沒錯 我們當然要做 好 蹲點可以 你觀察的結果是怎麼樣 我覺得確實 在那個過程中 真的是亂想 什麼解定存 壓房貸 OK 其實客觀講 我們講解定存壓房貸 我覺得你說有沒有機會有利潮 客觀講我覺得是有的 但是有人說信貸 這個我就覺得有點誇張 但是這是真是假說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看這個社團上面 很多都是 互相在說 你這個是騙的 吐槽的 對 互相吐槽的 對 但是OK 那個狀況當然大家都說 會不會賺股息賠本金啊 甚至常常說 什麼出家了你來申購啊等等的 其實很多人就說 當然我說真的 我們那個留言不知道是真是假 大家就說 我要不要停損 幹嘛幹嘛 我決定要怎麼樣怎麼樣 那客觀來講 ETF是不是好商品 我覺得是 那這一檔 ETF是好商品嗎 我覺得沒有問題 客觀講我認為沒有問題 OK 我幫你擔心一下 因為有90萬人在看我們節目 90萬名股民 所以也就是說 短期內雖然有所下壓 短期內台股創新高 940沒有跟著創高 但是沒有關係對不對 這段時間反而可以持續的 定期定額扣款下去 不用擔心 對 第一個 就ETF的角度 我認為持續的定期定額的扣款 沒有問題 然後事實上 當然我們今天講的主題就是說 ETF的策略到底應該如何 因為坦白說 00940 你忽然一幕幕到1000多億 1700多億 我覺得這個是誇張的 所以今天我們會跟大家分享說 你真的對於ETF 你應該用怎麼樣操作的方法 那再來我們 開始主題之前我們先聊一下說 其實像00940 那個時候大家都說吃豆腐 對 那個時候其實個股的操作 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投資人可能說 中間我是不是去找一些高級率的股票 對 其實像我們從第一季開始 我們重兵壓在設備組群 那這一段時間其實像漢堂 漢堂我們出掉之後大概賺50% 那漢堂其實在00940要IPO的那一段 就是上市前要買股票的那一段 很多人都說漢堂啊 新普啊 都是高級率 結果現在股價又下來了 嗯 甚至我們錄影的今天 亞翔跌停嘛 對不對 所以你說高股其實這些成分股啊 市場去進行預估吃豆腐 其實風險還是挺高的 對 我覺得在個股上的操作 其實我們會發覺 這一段時間有點反向的感覺 嗯 就是坦白說 當然漢堂 那個漢堂我們出的位置是 剛好出在不錯的位置 剛好賺50% 然後亞翔我們是爆到翻倍嘛 但是喔 你看喔 我們出掉完 其實很多人就 哇聽我們介紹就覺得 很想買很想買 又高質率什麼的 結果你看股價就下來了 OK那如果這樣來看的話 5月份 還會有新一波的股價的輪動 這一波 第一件事情呢 是有時候我們可能要用反向思維了 也就是說現在才去關注的 都要小心被盜了 意思是這樣嗎 對 特別是喔 很多是既有的成分股 嗯 因為其實在吃豆腐那一段 我也有我的策略啦 那個時間點我的策略是什麼 我就說高質率確實是一個選股的方向 但是那時候我選什麼 我想說電子股很高嘛 那我反而去選什麼消費類 我去買原版 嗯 2903嘛 結果原版哇 忽然又漲一大波 所以說 這個過程中間 我會覺得市場在很熱門的股票 大家都關注說哇 都是成分股的 這種股票 大家就反而要特別小心 如果基礎面真的有敗向的話 不要想說哇 殖利率高會有保護 我覺得這個要特別提醒大家 OK 也就是說高殖利率股啊 這些啊 在五月份啊 即便有換股的豆腐空間存在啊 很有可能市場已經被提前先預判了 要小心一下 那再來我們要回過頭來聊啊 剛才你有聊到嗎 的確在上一次我們錄影的時候啊 你也說的確短期的修正點差不多已經到了 事實上有很多網友來底下留言啊 買了 可是只買兩成資金啊 還沒買完啊 你不覺得這一波台北股市修正的速度有點太快了嗎 對 打到季線就停 而且是直線上攻 沒錯 幾乎沒有反覆的徹底啊 所以我們現在有兩種邏輯啊 第一種是短線上還適不適宜進行大量資金的投入啊 第二個是長線上 那現在來到這樣的點位 我可不可以還是持續進行ETF的購買呢 你的想法 其實我覺得這個時間你當然 我認為是要買啦 客觀講 因為其實錢應該上上次吧 我就跟那個聽到分享說 一個朋友來問我嘛 我說你這時候不ALL IN 你要這裡賺了再ALL IN 但他現在準備要ALL IN 反而是風險 對 所以你看這一波的拉回 其實我們自己的感受啦 就現在市場的氛圍 散戶真的在那個1600點 將近1600點的下殺 現在應該都心有餘悸 OK 其實我的感受是這樣 所以你說這波上來大家敢買嘛 其實絕大部分人是不敢買 我們昨天在聚餐 剛好也聊到股市 大家說哇 真的一定要居高思維 所以我聽到大家都這種想法的時候 我就想說這次應該穩了 OKOK 沒有太大問題 好那我們回過頭來聊ETF 如果現在看待ETF 今年績效最為亮麗的 很多人說去年很多高股息ETF 績效非常亮麗 大幅的跑贏大盤 可是如果你細看今年績效最亮麗的 其實反而是全值型ETF 反而是此數在漲 好那現在的問題就在於 你看去年高股息紅 市場就有一股聲浪 那我趕快佈局一些全值型 科技型相關的ETF 那今年這樣的主流會重新改變嗎 我們需要把資金重新投回到高股息 這種防禦性的建倉以防回調嗎 今年ETF操作你的想法 其實就ETF啦 去年當然00878是真的 哇一路高歌猛進嘛 那你說在那個時間點 我覺得沒有問題 那個時間你漲的是什麼 譬如說風車類 風車就長期可能比較偏景氣循環 而且又高自律率 所以一直買一直買一直上來 但是你說漲到這麼高之後 當然來到1月的這一段 大家又開始進到設備族群 所以其實我們會發覺 有一個族群性 然後有一個輪動 所以你說接下來出的那個叫什麼 ETF很多會說 哇什麼動能啊 上半年 一定要動能 一定要高息 最好有一個科技 然後有一個優行 這樣子 還有什麼台灣價值 都是一些很玄的理念 但是很多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譬如說 5月份我們可能會做一波的換股 就是看到那個鼓勵政策出來 那是一個轉折點 對一個換股 然後到了年底再換一波成長型的概念 我覺得現在感覺比較像是這樣 OK 那其實喔 你說真的 琳琅滿目五花八門 對 客觀講 我們說真的比較完之後 我會發覺第一個 幾乎都是什麼前三百大 嗯 這個都是基本的嘛 持股都差不多 對 所以股票池大概就是這些 客觀講是這樣 所以你說從中間來選擇 可不可以 我覺得這個OK 沒有問題 但是咧 我個人認為 就ETF的投資來講 坦白說 你不需要太複雜 因為你越複雜說 哇 我要什麼收益平準金啊 等等的等等 其實反而會上市效率 我認為是這樣 很多五花八門的操作 其實你反而多的是交易成本嘛 甚至你說該漲的沒漲到 所以其實我認為啦 我的論點是覺得 真的要買ETF ETF是好的商品 然後你用正確的策略 然後買最簡單的東西 就大道治簡 我的概念是這樣 那我用最簡單的策略 我真的就只投資0050 對 等於對賭台北股市的點位 好 但是第一件事情 我害怕現在的點位該怎麼辦 我好像很少有人在台北股市 創新高的時候 突然覺得我要大買0050的 對不對 當然創高一陣子 等下一波拉回 決定我要上車 那現在這樣的一個位階 來介入0050是適合的嗎 OK 這個是 這個PPT順序是兩個問題 第一個0050 跟過往的高股市是什麼 0056 來我們來看一下 0050從那個 那個上市到現在大概是 600多趴嘛 OK 來我們看下一張 那這個 你看喔 如果對照 我們把同一個區間拉出來 因為0050是更早 2003年 然後如果你把0056 跟0050 同一個時期對比的話 你會發覺 其實 好像高股息沒有賺比較多耶 嗯 但佩息 佩息拿得多 但是總體來看也沒那麼多 因為我沒有 這是還原的 所以已經還原了嘛 差了50% 所以是加上佩息了 所以概念上是 你做的比較複雜沒有比較好 嗯 其實我的論點是這樣 但是雷當然 大家會說 哇你看0050最大就是台積電嘛 台積電漲當然是這樣啊 當然這個角度也是沒有問題啦 客觀講是這樣 但黎明文本身也有自己在換股的那個 refresh的這種狀況嘛 嗯 所以我覺得這個 倒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啦 因為畢竟 我們還是跟著指數走啊 對 客觀講還是這樣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就回到一個策略的邏輯啊 那當然也有很多同學可能會說 廢話 現在台股創新高 你買什麼不會賺 有道理 對啊沒錯啊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特別極端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說 到底如何啦 其實當然 我們講ETF或是一般的基金 其實以前我們在給大家投資基金的建議的時候 通常我會幾種狀況 就是如果你是穩健型的 我會比較投資全球型股票 全球型債捲 做一個股債配 BTR 對這個狀況 然後再來 我會比較建議你不要投資特別 個別產業 這個都是我們平常會比較注意的點 那再來就是說 你定時定額 你不要害怕 因為很多人說 啊怎麼辦 跌下來不敢買 其實那時候我有一個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有一個客戶 真的是大資金 他說4000萬 他說4000萬 保險到期要怎麼辦 我就跟他說 我們現在一個月股債配 各扣50萬 但是我事實上我抓4年 理論上要一個月扣100萬 就是股債各100萬這樣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個不然 現在我覺得有機會拉回 所以我們先減半 先扣一半 所以 是5050 所以是扣100 對不對 然後我就說那不然2525 股票跟債券 然後這樣扣 定期不定額 都要扣 跌升的時候扣多一點 對 我就說真的跌下來 我認為會拉回 我說下一季可能會拉回 我說拉回來 我們就要加碼 我們就要扣5050這樣 然後講好囉 講好 當下說哇OKOK 結果真的是如我所料 真的美股開始修正 然後我說差不多了 要加碼了 他說不要不要不敢 我們停扣好了 完全反向 我說跌下來要加碼 然後跌下來說 不要不要我們停扣好了 等他解套 很可惜啊 那時候就錯過一大段 所以其實概念是如何 就是說 定時定額本來就是 我們講選時或選股 定時定額你本來就是不選時 因為各個散戶啊 每次我跟散戶同學聊天 我都說 如果聽你的會賺錢 你現在就不用來找我嘛 對不對 你真的會準的話 所以你選時也不會準啊 你放心 所以說會不會買到高點OK 好 那回過頭來 我們講定時定額 如果說從發行日 一路買過來 到現在大概是263% 那你中間會遇到多慘的狀況 你最慘你會虧到38% 但是你如果撐過了咧 是不是就起來了 OK 那當然大家說 現在股價都在創新高 當然做什麼都賺 你講什麼都對 OK 那我們反向來推論嘛 我們把後面這一段去掉 過去的高點 指數的高點是那個 1990年的 12682 這個數字我想很多 資深股有都很清楚 那後面2020年之後 已經突破了 那我們把突破之前的這一段拉出來 所以如果我們從那個 這一段區間的每一波的最高點 開始買定時定額 每一次就那麼衰 就是對 OK 好 就每一次都買在高點 地獄倒楣鬼嘛 的概念 你一買就是創高 拉回來就是這樣 所以你第一次買到高點的時候 2007年的10月 你就真的就開始定時定額扣 其實我的計算是用每個月扣1萬塊 但是其實後面我們就換成報酬率 所以大家沒有問題 所以如果 你從那個10月年開始扣 你最慘會怎麼樣 其實你大概虧到將近40% 但是咧 你說上來到2011年的1月 你看2007年10月到2011年的1月 大概三年多 還不到4年 然後你賺到多少 你是從虧了39%到賺33% 然後當然你如果不賣 你再下來 你又會變成什麼 變成沒賺 變成剩2% 然後當然再上去 你又會賺到49% OK 那大家有問題就來了 他說 那這樣子我要怎麼做 所以我給大家一個觀念 我們看下一張 你另外再買到一次高點 就是2011年1月的高點 你如果去買的話 這一波下來 你最大虧損來到13% 結果2015年的5月的時候 你也賺到多少 賺到31% 對不對 那這樣多少 大概4年出頭 OK 那後面當然你就再繼續扣 回來你又會到剩10% 然後再上去當然到56% 沒有問題 那這樣看完這兩個 我們每次都扣在最高點的狀況 那我們就有策略了 策略是什麼 其實我的概念是這樣 因為第一個 我們講經濟的cycle 大概是3到5年一波 所以如果你看 你每一次買到最高點 你忍受住最大的虧損 你持續定時定額 再上來的時候 你會達到什麼 大概三成的獲利 所以如果你大概平均4年 會有一波三成的獲利 我們就簡單 單力計算的話 我們直接除以4 你如果30%除以4 大概7.5 就是不講負利的角度 所以意思是說 你也不用再撐過下一輪 就是你每一次來到30% 你就做一個獲利全數出清 然後出清之後 你是不是拿回現金 所以舉例 我們看這個例子 2007年如果10月 你開始定時定額 到2010年的那個12月的時候 你本金投入了39萬 你市值會來到51萬多 獲利31% 那你這個51萬多 你再除以4年48個月 所以意思是說 你原本 你每個月從薪水 撥1萬出來 然後你這一波 你存完之後 你再除以 你是不是又有一個 1萬 新的配息 對 所以你就等於是 這兩年來 你就會怎麼樣 應該說這一波操作回來之後 接下來你會每個月定時定額 你原本的1萬塊 加上10632 10632 懂我意思嗎 沒錯 那如果我們從一個 長期尺度來看 等於是說 這一些操作 它最後都會有一個前提 這個前提就是 那真的不能輸回 對 就是我們長期投資 剛才按到你的借鏡 和投資尺度的回測 那基本上都是10年起跳的 沒有打算報個10年 你都不要採取這樣的一個策略對不對 因為股票市場的回檔幅度會很大 那這個時候我想問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造成的邏輯其實已經很清楚 即便現在這個位階 台北股市 以10年尺度來看 它都不算特別高 過10年你肯定會覺得 為什麼現在沒有all in 對不對 OK好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那我 它就衍生出了一個新的概念 就是市場上現在有一種主流 就是已經逐步的相信 台北股市總有一天長期會創高 那我是不是可以藉由 我們過去想講的 生命周期投資法 適度的在年輕的時候放大槓桿 因為現在有很多小資助理 這樣的困擾 他知道自己很努力 他知道自己年老的時候 50歲60歲 年薪可以像吳老師一樣 一兩千萬 但是呢 我現在每年只能存五六十萬 那問題來了 那這樣的話 我年輕時候所做的投資 好像都沒有太大意義 因為本金太小 那如果我適度的 照你剛才的表格 你看到今年表現資產 績效最亮麗的 都是哪一些ETF 正二 對不對 槓桿型ETF 如果我年輕的時候 把100萬當成200萬來用 甚至像是TQQQ 三倍 四倍槓桿型ETF 反正我也用不到這筆錢嘛 你剛才說的 我要報十年嘛 我如果在年輕的時候 把100萬當成300萬 400萬來用 是不是跟年老的時候 我剛好每年有三四百萬可以投資 就是一樣的尺度了 對於這樣的長期投資 你會建議嗎 反正我都是要長暴了 你會建議我開啟槓桿嗎 這個我覺得幾個角度 這個 聽到這個問題我覺得非常好 真的非常好 第一個我們不會做兩倍的 因為兩倍是用期貨去模擬 所以意思是說交易成本摩擦成本更大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不會建議說 你去投這種政惡 因為政惡就是短期 說看對趕快上去 那你會遇到什麼 盤整的時候你會loss 就會遇到這種狀況 那你當回調的時候 可能更慘 那如果期貨無限制轉倉呢 這個可能可以思考 這個可能是思考的點 但是其實如果要槓桿的話 其實我個人倒是覺得 像我們剛剛一開始就講 你說解定存用房貸 這一種我覺得這種槓桿 你說1%多的利息 對可能我們講7%的報酬 這個就有利差 所以真正的長期生命周期投資法 其實是買房啊 對不對 買房加槓桿嘛 你花200萬對不對 去敲1000萬的房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而且年老的時候 你腳的房貸越多 你的槓桿就壓低了 對 這個時候反而也不擔心了 那當然我們再講到這個的話 其實我們補充個概念 因為越年輕的朋友可能會越想要幹嘛 說哇可不可以爆賺 每年賺個30%翻倍 其實我們回到一個經濟學的邏輯 21世紀資本論這本書 我覺得很有趣 它法國經濟學家寫的 這本書也很好看 我看見吳老師那個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什麼書都念 繼續講 它裡面最重要的觀念是講什麼 它R大於G 什麼叫R R叫Capital Return 就是資本報酬 大於G是什麼 GDP Growth 就是你的資本的報酬 其實是大於產出增長的 概念是這樣 但是咧 歷史上 它的研究歷史上大概多少 G如果以台灣的角度 GDP大於成長多少 3% 對 所以意思是說你的R 只要大於3% 理論上財富會集中 所以你看喔 我們剛剛教你的方法 我還沒有 來我們再回到 剛剛再補充一下 剛剛漏掉一個東西 我們剛剛講說 你這樣4年定時定額 回頭來看的話 大概會有7.5%的報酬 對不對 但是你看喔 你每次 你的這個50萬啊 你拆成48個月 其實你是閒置資金很多耶 對啊 所以我會建議你 你剩下的50萬 你留一年 對 你留個12萬 預扣一年的那個現金 那你是不是還有 可能將近40萬左右 你要幹嘛 你還可以去買定存股啊 喔 然後慢慢的再把資金移回來 不是就空在那邊 對 不要浪費資金效益 對 所以你看 你的7.5%是一直滾的 然後你的剩的這個 你可能還可以再創造個5% 但是你當然這不是全部嘛 是 所以你就 我們就打折再打折 你就除以3嘛 你可能還可以再創造1.多% 所以你7.5%再加1.多 其實你光這樣做 你什麼事都不用想耶 你可能就是 將近10%的報酬 那 說真的你不就是 那個阿大宇居的那個人嗎 沒錯 所以你看這個烏老師 那個學識涵養多高 從微觀的操作 到宏觀經濟 21世紀資本論都拿出來講 那本書那麼厚 我只看摘要 就看不下去了 我其實那本書就看摘要 阿大宇居看完就好 阿大宇居看完就好 沒有我偶偶看完 但是阿 看完的重點就是阿大宇居而已 OK 很有趣 很有趣喔 對他其實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當中 其實這樣的一個 我們講的資本增量的速度 已經明顯的大於勞動增量 所以這個時代 你光會工作其實已經沒有太大幫助 更重要的是 學會讓自己的資產增值 而且是用大量風險分散的方式 獲得盡可能高的報酬 也請有投資朋友 當然投資朋友更多的疑問和想法 也可以加入展哥講股的Line8 以及YouTube頻道 其實這個吳老師 在很多領域當中 都是數頁有專攻 但他是每個領域基本都通 你看他今天聊的 上之天文下之地理 所以我想跟投資朋友分享的 我們今天特別聊一個輕一點的主題 台北股市在創高同時 肯定會有一些人戒身恐懼 但是有時候我們只是 把尺度放得長一點來做思考 你會發現一切都變得很簡單了 對不對 請有投資朋友 多追參考和留言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就下一期台股達人秀 再次見 感謝各位今天的參與 感謝吳老師 本節目所推介商品 五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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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ентов